台湾科技品牌HTC在世界移动通讯大会MWC2022上宣布 将推出全新元宇宙平台名为Viverse 目标是跟全球电信业者结盟 打造彼此互通的元宇宙世界 采用开放式架构 让各家合作厂商能够轻松把应用放上平台 且不局限于VR设备 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装置也都能进入 期望让元宇宙应用更加落地 在新元宇宙平台Viverse中 用家一可透过创建虚拟分身的工具Vivivator 创建个人化的虚拟化身 另外Viverse除了有会议功能 还整合了NFT经济 可以到一郎观赏NFT作品 点击直接购买 娱乐方面可以用Beat Day观看线上演唱会 用户会有一间自己的房间Vivroom 可以是海边的别墅树林里温馨的小木屋 墙上可以用购得的NFT作品装饰 并且邀请朋友来到房间聚会 一起看影片聊聊天 值得关注的是 HTC将与高雄市政府及当地企业合作 推行该元宇宙造阵计划 将当地的行政、艺文、观光及运动等服务 逐步转入元宇宙 并号召高雄当地市民率先入驻新的元宇宙平台 成为高雄市的原居民 期望能打造成为高雄的元宇宙生态系统 黄昭银也在会中透露 HTC并没有放弃手机市场 将于4月推出新机 而且会和Viverse生态系紧密结合 让元宇宙各种功能 在手机端就能使用